老师,各位同学,大家好。 大家知不知道校园内其实有很多默默帮助我们的小帮手呢? 可是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做些什么事?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吧! 担任健康中心的小帮手们,他们有一个名称,就是小护士。 每天早上早自习时间,中午午休和下课, 都会有担任小护士的同学们到健康中心执行。 他们早自习的时候,都会协助老师帮受伤的同学登记擦药。 而且有的时候,还要帮老师整理资料,十分辛苦呢。 他们这么的辛苦,换来的只有汗水, 究竟是什么原因愿意让他们这样付出呢? 就让小帮手来告诉你吧! 请问你为什么愿意来这里帮忙呢? 因为可以学到许多急救的常识,还可以帮助到许多小朋友。 听完了小帮手的感想,就来听听老师的说法吧! 请问一下老师,就是这些小帮手除了有帮桌上的同学, 擦药和帮忙登记以外,还有帮老师做些什么事吗? 有啊,像我说,因为这样人手比较够,有时候下课人多的时候, 他们一样可以帮阿姨,就是拿拿冰宝登记,然后打电脑, 还有就是输入一些资料,然后像小朋友有一些, 需要他们给他喝点水或是冰敷的时候, 他们都可以帮忙处理,然后或是有一些资料转达到各年级各班级的话, 他们会帮阿姨做跑腿的动作, 去转达一些讯息跟资料给各班级,各年级这样。 护士阿姨说,要来当小帮手是非常不容易的,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, 总是会有小朋友把一些不好的习惯带过来, 因此有些被动,态度散漫,不积极, 不会做的事也不问, 做事不实际的问题就会出现, 所以老师希望大家可以藉由来健康中心帮忙, 把这些坏习惯改过来。 各位同学,下次如果有机会遇到小护士的话, 一定要对他们表达你的感谢之意哦。 以上是中正小记者郭浩恩、陈冠文、陈冠明, 在健康中心前所做的采访报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